把宋代画放大了!10. 倍,不愧是绘画史上的一座高峰 宋画,中国绘画史上的一座高峰。在他们的作品中,自然与艺术取得了完美的平衡。 艺术史家高峰汉曾赞叹《宋画之美》,他们使用奇异的技巧,以达到恰当的绘画效果,但是他们从不纯以奇迹感人,一种古典的自制力掌握了整个表现,不容流于烂情。 大多数宋画齿幅不大,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于画笔的运用和意趣的表达。 当我们把这些画放大,细细品味这些作品的局部时,一种崇敬之情由然而生。 踏歌图 马远 191.8 X104.5 CM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宫廷画家马远,作品多是高大上的题材,比如参加皇帝宴会的华灯试验图,与文人默克相聚的江亭望艳图。 偶尔,他也画几张农乐题材的话,比如踏歌图。 主题是踏歌,人物占的比重也并不大,但他们在整幅画中却极为引人注目。 也正是填梗上尺寸很小的带注几分最矣的。四位老农,将踏歌这种古老的歌舞形式表现得淋漓尽致。 踏歌图中的。四位老农。画中的老农寥寥数笔,但却生动至极。 四位老农,仿佛正踏助一致的节拍正在欢快前行,下面是根据马远的这件作品做出的踏歌动图,你可以体验一下。 踏歌图动图。在马远的作品中,最具风格特征的当属寒将独调图。 在这幅不足半米的作品中,四周除了寥寥几笔的微波,几乎全为空白。 然而,就是这片空白,表现出了演播浩秒的江水和极强的空间感,并且更加凸显出了一个独字。 寒江独调图。马远。26.7。X50.6。CM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。 当我们将画面中心的那一页片周放大,细节更是惊人。 身住掌衣的鱼翁,身体并不舒展,而是团坐在船的一角,将上寒意萧瑟的气氛,描远的意境和想象语的悦然之上。 仅凭鱼翁的这一个动作,寒江的冷意是触及皮肤。寒江独调图局部。 由于羽翁坐在船的一端,骨耳船尾微微微上翘。天气虽有些寒意,但羽翁仍保持谨慎。 。 马眼呈现的是它的侧面,不过画面放大后,我们还是可以从渔翁的眼角与神态感受到它的全神贯注。 。 寒江独调图局部。 江藩山仕途。 一名。28.6。 X44.1。 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。 江藩山仕途。 江藩山仕途为署名,很难考证作者是谁。 但据笔墨画风分析,应是接近北宋燕文贵时代的作品。 。 整幅画用色青雅,两封回报,山寺,也电引线其间,庙宇坐落山傲,依山而住。 。 古间云雾鸟绕,飞鸟阵阵,一派繁忙景象。 江藩山仕途局部。 这件作品的尺寸也不大,但画中的景物用笔极其细腻,写实严谨。 。 帆船之结构,山寺,野店等建筑,无不描绘精确,栩栩如生。 西山行旅途。 泛宽。 206.3。 X103.3。 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。 西山行旅途是北宋画家范宽的作品,此图是他传世的唯一真迹,也是台北故宫的天字形大小重宝。 。 打开西山行旅途,一座大山矗立眼前,和山水一起映入人们眼帘的,还有不少收藏者的提款,而这些提款,就成了揭开名画流传千年的唯一线索。 。 隐藏的范宽签名。 这幅画最有趣的就是画家的签名。 范宽的签名相当隐蔽,如果不是将这件作品放大。 。 10。 被,那隐藏在运输人右侧数从中的签名恐怕不会被人发现。 除此之外,放大后的西山行旅途的也经得起审视,甚至每一个局部图都可以是一件作品。 。 实际上,画过西山行旅途的不止范宽一人,南宋初年的朱瑞也曾有一幅不足。 30厘米的此类题材的小画。 。 朱瑞的西山行旅途虽没有范宽纳雄强的气势,但却更显雅致。 西山行旅途。 朱瑞。 26.2。 X27.3。 CM上海博物馆藏。 在这么一幅小画上,人物的神态,动态刻画得十分微妙。 与范宽不同,朱瑞的行旅更加突出的是旅途中的劳累,齐毛驴的文人身体松垮,目光有些涣散,甘露得辛苦一览无余。 西山行旅途局部。 下图请横评观看。 寒雀图图卷。 崔白。 23.5。 101.4。 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。 。 催白擅长画花鸟,她以非凡的才艺推动了当时的花鸟画发展。 虽是宫廷画家,崔白却个性散漫。 她不愿每天在宫中等候拆遣,想死去宫职,宋神宗见死状况,特许她非欲钱有止无需听拆。 每天闲逛的催白,激发出了无限潜能。 寒雀图图卷是其代表作之一,作品描绘的是龙东的黄昏,一群麻雀在古墓上安妻辱昧的景象。 画家在构图上把雀群分为三部分,左侧三雀,已经气息安眠,处于静态,右侧二雀,乍来迟到,处于动态,而中间四雀,作为此图的重心,呼应上下左右,串联气脉,由动至镜,使之浑然一体。 寒雀图图卷举步,画中的七,芝麻雀形态各异,生动异常。 这种自然生态中的景象,不是从静止状态下能观察到的,画家必须具备精湛的绘画描写能力,而且时常到郊野观察,在偶然中见到此种生动有趣的一幕,然后以精炼的技法一写稍纵即逝的景象。 实际上,可以被放大的送画并不仅限于这几幅。 送人的绘画来自于对自然细致的观察,他们每次拿起画笔,就像生平第一次接触到了自然,以精叹而敬畏的心形来回应自然。 他们世界之清新,了解之深厚,是后人无可比拟的。